OK 简单说一下回复 这回复功能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 我们看一下比如说李四发了个今天是 今天是周末 比如说我们点个回复 首页里面可以回复吧 回复 因为自己回复自己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别扭对吧 但是没关系 就是其实我们 首页里面他有关注人的那边 比如张三他有一个这个东西 我们也可以回复他 点回复 回复大家看一下 就是回复的功能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把这个张三的微博考过来 放到这儿来 这里面可能有at 大家不用管线 放到这儿来 然后呢 前面拼上什么 前面拼上at张三杠张三 就这个格式跟at的格式一样的 然后冒好 然后前面再拼一个双斜线 就是一般回复是用双斜线 对吧 把光标定位在前面去 比如说回复张三 比如说你说的啥 对吧 这就完成了回复了 大家看完成回复的时候 张三这个链接就已经显出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不是回复来做的 这是我们看一下点回复的时候 点回复的时候 它这里面就已经有了一个at的一个功能 对吧 就这个东西的数据是和at的数据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一点回复之后 随便写一个 比如说还是没看懂 这个地方也可以继续加at对吧 然后参照参照参照 比如说随便输入一些 这样的话我们点发表 大家看就是两个at的张三 对吧 所以说根本上这个地方显示 回复的时候显示张三 就显示一个斜线at张三 然后冒号这个也合适 是因为这个at功能决定的 并不是回复功能决定的 所以说我们回复功能 只是做了一个什么呢 只是做了一个自动的 比如说点击回复 自动的往这个输入框 什么填东西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就看什么做了 那我们应该找到这个什么呢 找到这个输入框 因为它是往输入框填东西嘛 不是输入框 搞错了 应该找到这个列表 因为这是列表触发的对吧 输入框只是个被动接受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找到这个bloglist bloglist呢 我们先找一个变量 叫做can reply 比如说如果是有can reply的话 我们这才有这个回复这个链接 它有回复这个链接 像个人主页和广场 它就没有回复链接 因为个人主页全是自己的 你没必要自己回复自己 对吧 广场呢也是 你还没有成为真的好友 你直接回复这些不合适 然后首页里面呢 有自己的也有关注人的对吧 关注人发微博呢 你可以回复它 比如说我们这回复张三 你说的啥对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做了啥 首先是有这个can reply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看一下 这个index的egs里面 引用这个bloglist的时候 它确实传了这个can reply的处 比如说它是知识可以回复的 对吧 那我们再对比看一下 这个个人主页里面 个人主页里面引这个bloglist的时候 大家看 引bloglist它没有传这个can reply 对吧 比如说它没有传这个东西 所以说个人主页里面没有回复 主页里面有回复 就是通过参数来控制的 据据怎么实现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标签里面有几个data data的属性啊 data content等于什么东西 大家注意啊 content是web的原始内容 原始内容 我们上一回刚说了 什么是原始内容 就是我们数据库里面 存的这个content的内容 就是这种东西 就没有链接的东西 就是原始内容 好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需要原始内容 不是有链接的 链接是显示的 对吧 我们输入的时候 要输入原始内容 然后 就会名可拟称 这个没问题 OK 那接下来点回复 我们看一下它做了什么呀 点回复的时候呢 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 点回复的时候 它click的里面 把原始内容获取出来 大家注意是原始内容啊 然后把这个用户 名获取 移生获取 去拼接一个内容 大家看 斜线斜线 at 移生 加横杠 加用户名 加冒号 大家看这一头东西 是不是就是我们前段 一面的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东西 好 比如说我们如果点回复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点了回复之后 先把这个东西拼接出来 然后后面加上content 就是我们的原始内容 对吧 content的原始内容 加上之后 就是这么一头的东西 然后把它复制给什么呢 把它复制给这个textcontent 也就是说 我们把它收入给输入框 然后sitcoser这个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 它是设置的焦点 也就是说 这个还是我们不细看了 这个情况下也用到回复 它的功能就是 把这个光标 给定位到这个前面去 就是我们点回复之后呢 它是直接把这个光标 给它定位到输入框的前面去了 也方便我们直接去 这样输入 OK 那这就是回复 很简单的对吧 很简单 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要把原始内容 拿到之后 用户名义拿到之后 我们去拼接这个东西 然后把它设置到这个输入框里面 然后把光标就在前面去 就这么一个东西 没有什么难的 设置的东西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发表的功能 还有这个is解析功能 is解析功能 以及这个 就是显示的链接这种功能 就是我们之前的能力 这并不是回复的能力 回复其实就是一个 自动填充这个输入框的 这么一种能力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